符合资格事先向卫生所电话预约并获通知的部落长者 纷纷全往卫生所入息报道、评估、注射、留关 经过第一波疫苗施打的经验 产品将卫生所23号疫苗施打现场状况顺畅 产品将这一波所分配的量共300支 将分两天并分村分时段进行施打 避免现场混乱情绪的状况 我们是以两天的方式来帮长者打新冠疫苗 然后现在就是以礼拜第一天 我们是以75岁的长者分村来施打 然后明天就是以65岁以上的长者 以我们卫生所电话联系为主这样子 施打完疫苗的民众必须待在留关期 没有问题后并可返家 为了让部落长者了解施打后 可能会发生身体不适的状况 副理师特别贴心地用足语进行说明 台东线这一波共6400剧疫苗 预约整体达86% 24号起将前面开放应付预约 台东新政府表示 不论是否涉及台东的应付 都可以向台东马街跟基督教医院网站预约 原新闻访问了台东长兵采访报导 大家好 大家好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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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